最近奥运赛事非常的热 像是你知道我们录影前 正好是这个跳水的10米跳台的比赛 全办公室的人都在看 那因为今年有这个明星跳水选手 全红产跟陈雨昕 先恭贺所有夺金牌的选手 陈雨昧跟全红产 他们不但是拿下了金牌 同时呢告诉大家 第二名拿下银牌的是谁 也会让大家很震撼 那同时呢全红产跟陈雨昕 他们的分数呢一路以来 我们都开玩笑说跟华为一样遥遥领先 那领先的银牌是43.2分 奥运的这种比数啊 通常都是什么0.01 差个一两分 可能都已经落后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你知道吗全红产跟陈雨昕 这个中国的梦幻跳水搭档 他们这一跳啊359.1分 领先银牌北韩43.2分 好讲出来了银牌的就是北韩 北韩的这个选手 其实今年也算是黑马 以前大家看北韩选手 朝鲜选手在奥运比赛 他们的强项大家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像举重的项目 但他们今年是超越了地主 应该不是说应该超越了英国选手 表现也非常好英国选手 本来我们都以为英国选手 应该会拿银牌的 结果没想到北韩朝鲜选手拿下了银牌 中国第一名北韩第二名 说到了明星选手 当然全红产跟陈雨昕 大家已经不陌生了 他们经常出现在媒体的版面 最近也霸榜了这个微博热搜 尤其是全红产呢 他算是世界关注的选手 巴黎奥运的官网就列出了 关注十位年轻选手全红产 是唯一一位中国选手 被他们圈在榜里面的 尤其是在东京奥运的时候 当时候他个人466.20分 领先第二名选手40分 包含了英国的BBC的这个点将录 也是唯一一位中国人 也是只有全红产 所以从这一次的跳水 我们可以跳水啊游泳上来都是这个热门赛事嘛 大使你怎么看呢 像包含今年全红产 陈雨昕 当然跳出了他们自己平常的实力之外呢 北韩这一次表现也让大家很亮眼喔 对 其实我个人倒觉得 我看这个跳水运动 我觉得他比较适合东方人 因为他是要强调非常精准的这种动作 他这个每一个动作要做得很确实 然后落水的这个角度啊 然后他的激起的水化啊 这都非常重要 那还有这个双人的话 就要两个人的这种苦练默契 然后几乎是两个人 完全是好像完全一致的 对 那这个需要高度的纪律 尤其是对小孩子要求纪律 那全红产他四年前在东京奥运 他就已经大放异彩了 他才13岁 现在才17岁 对 所以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是两者结合 一个就是说身材 娇小 灵巧 据说全红产好像被要求 他必须体重控制在40公斤 对啊 对 那你这个中国小孩子没有问题 你要叫西方小孩子 这是高度的纪律 对 高度纪律 高度纪律 然后双人的话更是高度纪律 那要这个等于说哪一个非常精密 也其实在看 动作几乎是完全是一样的 像照片里面你看 这不是复制贴上 这是什么呢 对啊 就完全一样啊 两个人做完全 你看那个脚的 那个抬的高度 而且他们连身高 发型 其实都非常的神似 非常神似啊 所以我觉得这就适合东方人一个 东方人第一个真的 而且东方小朋友的纪律是比较强的 纪律很强 那所以你看钱宏禅 再加上他这个本来的天分就很高 你说对身体的控制能力 可能从小我想 就被发觉出来是有他过人之处了 然后又愿意接受 这种非常艰苦的训练 这个训练不只是技巧的训练 还包括他生活这个好的过程 都要受到严格的这个 这个做一个这个世界顶尖运动员的那种 饮食习惯食衣住行都要配合 对而且不是说三个月 是连续十几连续从他13岁之前 2014年他开始接触跳水 对到现在你看十年十年 你看现在他这个他自己年纪比较大 他过去你看13岁等于说 初中一年级的小朋友 现在已经到了快高三了 那这个中间他身体的这个变化也很大 所以他事实上你看他也说 觉得越来越沉重 虽然教练是控制他的体重 可是他自己身体随着年龄的成长 他也会有变化 所以还能够一直维持创家机 真的是不容易的 那你知道这个跳水 其实他比较对人体的伤害是什么 你知道是对眼睛比较 因为你每次练习 每天可能都是什么100跳的 你这样不断的冲击对吧 对对对对所以有些跳水选手 他常言这个练跳水以后 他这个眼睛会受到一些伤害 这个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不过我觉得全红禅这个 这么看了他的家境 就知道他是可以下苦工的孩子 一般的孩子 苦日子跟苦练当中选一个 对这个都是天分天才加上努力 再加上有好的教练 对那为什么我觉得 我不晓得这个朝鲜的选手 是不是在中国训练的了 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 那个这次他那个乒乓球的选手 是在北京受的训练 蛤你是说那个神秘之师 对神秘之师 我看了一个报道 真的假的 他们在中国受过训练 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中国在很多奥运的项目是直牛耳 而且是遥遥履先的 那各国当然是要把他们选手 送到中国训练了 那这个跳水其实在过去的时候 这个欧美非常喜欢这个运动 我们小时候在台湾看运动节目说 跳水几乎都是对不对 欧美选手的天下 他们非常喜欢 但是这几年 对如同大使所讲的 好像不一样了 对那个中国大陆在这个跳水 这个运动崛起以后 尤其女子跳水 几乎囊括所有的 霸榜这必须 对对对对 眼睛比较有一个 大陆以前一个很有名的跳手 叫郭晶晶 对 你看那多少钱 他今年也有去看奥运 我有看到他 对他还是裁判好像 他是反正这种顾问组 地位很高 你看他现在都已经三十几岁了 你看他也是十几岁 你看他才三十几岁 对中国大陆的这个女运动员 称霸这个世界跳水的跳台 已经二十多年了 我觉得大使讲对了 在昨天之前 我们不是昨天才看到嘛 中国大陆的跳水 一共拿下了四十九面的奥运金牌 各位今天多一面了 五十面的奥运金牌 已经摇摇的超越美国了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其实全宏蝉呢 让大家在这个东京奥运看到他 哇塞 水花消失数 当然让大家觉得很震撼 也开始觉得这个运动员很可爱 他的那个真性情 像是这一次在巴黎奥运 因为坐了很久的飞机 他还跟记者开玩笑说 你看我的头巨油的 我油到可以炒菜了 十四岁小朋友那种真性情 然后他的背包呢 这个是别的选手给他拍下的这个影片 他经常都是挂满这个吊饰的 所以呢 粉丝只要他一上场 你知道场边会发生什么事吗 会下起娃娃雨 哇这真的是非常荣耀 而且你知道吗 有的选手就是 他走他的 他也不管粉丝丢给他什么 没有 全宏蝉是很充粉的 他所有的东西啊 在那边你知道吗 一个选手 然后在那边捡 然后有人送那么大只的娃娃 他也是扛着 就有人拍到 然后他就开玩笑说拿不动了 所以大家都说啊 别人上场呢 都没有这样的荣耀 但是很多人也开玩笑说 全宏蝉每一次比赛 都是来进货的 因为他都会收获很多很多的娃娃 这也他真性情 他会把朋友粉丝送他的这个 小礼物背在身上 当他的这个吉祥物 再来 刚讲到了全宏蝉的教练 他的教练是五金教练 以名师出高徒 在这边完全展现 但是这一次呢 如同刚才大使您讲到重点了 全宏蝉长大了 光是这件事情 对他的练习来说 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冲击 我们先来看他教练怎么说 他说 他正在发育期 比刚带他的时候 重了十多公斤 所以对跳台这个项目来说 已经变得像是负重训练 可能加重伤病 动作也会变形 全宏蝉自己也明白嘛 自己的身体自己最知道 他说他觉得动作越来越沉 怎么都做不到年轻时候的感觉啊 运动员的生命周期 很短的 对你看他四年前 在东京大放逸才13岁 对 所以我觉得他是广东占江嘛 内带的人基本上就是很精瘦的 没有说很大肢的 比较这个 比较精干型的 所以做这种精准的动作 身体 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 事实上比这个骨架很大 然后肌肉很多的 他是占便宜的 他是比较占便宜 你看这个东西 这个西方有些选手 太太太怎么好 太这个 就是说体格比较壮 壮 他事实上控制身体的能力 就没有办法那么精准 所以全宏蝉他这个 他过去他尤其年纪小时候 他事实上 他很轻啊 嗯 然后那个这个东西 那个那个跳水 你的身体的手 脚 脚背 还有你这个整个身体的 那个角度 那个是非常精准的 尤其是落水的水花 那个是随时在调整的 那个是控制很短一段时间 你在做动作的时候 控制你的身体 所以他过去年纪小的时候 事实上体重也比较轻松 真的是控制比较容易 那这个他的教练 陈若玲讲的一点没错 增加了十多公斤 十多公斤 那他要调整 各种身体的控制 角度 头的角度 手的角度 腿的角度 那都不一样 而且人基本上 我看做这个 做这个跳水 他的柔软度很重要 柔软度极为重要 大使我们刚刚就有看到 其实陈雨昕也是 非常优秀的选手 但在跳水里面有个项目 旋转的时候 你知道吗 就看出端倪了 因为大部分的选手 是开腿的 在做一个旋转的动作 但是全红蝉 他不一样地方 他全程是闭腿 做这个旋转动作 然后落水的 所以这就是他苦练的地方了 这个筋要非常柔软 他非常的 下了苦功 这个不用多说 要能吃苦啊 而且你知道吗 当初他为什么来跳水 他不是那种很幸运的小孩子 从小把你送去训练 我要培养你当奥运名将 没有 他们家以前太辛苦了 他妈妈生病了 所以他想着 如果我成为运动员 我有奖金 我就可以赚钱给妈妈治病 这个就是他当初 你知道他的心愿 所以他就练 再苦他愿意 然后呢 他的心愿是什么 你知道吗 开一家辣条店 好可爱哦 这个小孩 你看嘛 他说这是他童年吃到最多的食物 再来告诉大家 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爸爸 通常你家的女儿拿了金牌 然后这个已经又再一次 第二次的参加奥运盛事 再拿金牌 照理来说 家里富有了 应该很好过了 不再做苦工了 没有 他的爸爸呢 跟以前一样 他们家现在呢 还是自己在种一些蔬菜水果 然后在网路上开店 这样卖着 他还是甘愿当一个卖菜狼 很多人觉得 你知道吗 很多人会觉得为什么 但他们家的生活态度 就是这样子的 一步一脚印 靠自己 他说家庭不能 只靠全红权的名气 要靠自己去闯 我们一起来听听 最近呢 有这个访问到他爸爸 说呢 不能靠着女儿坐享其成 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个访问 最后再来评论一下 你知道吗 他们到现在都还住在老房子里头 我永远记得他有一次拿奖的时候 他们的村子里你知道吗 拉起红布条 天啊我们的 我们村里出了一个奥运金牌选手 好接下来的比赛呢 是在8月5号 所以大使是不是很多 其实运动选手都有他们自己背后的故事 但像全红权这种一步一脚印的 相当难得 对我觉得你看他的家庭就知道了 就是说很朴实啊 然后啊 这边的人 基本上啊 广东人 我很多广东朋友啊 广东人是很坚毅的 非常坚毅 而且呢 很什么很顽强 非常顽强 然后呢 斗智很 斗智非常坚定 非常有斗智 一点都不会 怎么讲呢 很少听他们怨天尤人 都是面对的生命的 面对的生命的挑战啊 勇往直前啊 从来 有这种特性 特性非常强悍 然后强悍不一定 还有什么 还有韧性 这个地方的民族性 因为他们这个 环境就是这样 然后你看他们这边 这个广东到全世界打拼啊 都可以拼出来的 然后又团结 然后呢 很少听他们在抱怨 基本上就是说 你觉得生活充满挑战吗 你觉得人生充满挑战啊 你就看他就是拼搏 就是拼搏道主 我们说的那个 吃苦 冻醉 吃破 就是这个态度啊 跟我们台湾人很像 就是说这种 敢去挑战 然后呢 对于命运的话 不低头 然后呢 吃苦耐劳 你说全宏禅 我说他有天分 天才更重要 加上努力啊 是 他每个动作 不是天生会的 都是苦练出来的 对 你那个跳水是很辛苦啊 跳完以后又没有电梯 再爬上去 哈哈 再重新再跳下来 对 然后再看看自己动作哪个 你一天能够跳几次吗 你能够跳个30次 上下 上下来跳30次 就不错了 对不对 可是30次 你要把你的动作调到 像他这样子完美 他常常他这个全宏禅为什么离 离 就是说他第二名都是输他40几分 对 他常常有动作是满分 也就是裁判通一致认为他没有瞎吃 就是说完美 他常常有是满分的情况 所以呢 这些光就天分来讲 我觉得不一定 然后就是说他的努力 跟他的吃苦耐劳 这一点真是 我觉得蛮了不起的 嗯 而且现在年轻一辈辈出了 你知道今年就有很多00后的选手 而且都是明星选手 我们说运动就是很现实的嘛 跟你的年纪在做一个赛跑 我们来看一下包含了 这个双金王 胜利好 然后呢在跳水的部分 全宏禅前雨昕 然后呢在乒乓球的部分 这个孙颖莎跟王楚清 王楚清今天呢 再一次登上微波热搜 为什么呢 昨天很高兴 你知道吗 才拿了金牌 对不对 沙头组合 还击败了北韩的神秘之师 结果各位 万万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通常大家都是一窝蜂涌上来 那他们就拉着这个五星旗 国旗开始拍照了 结果呢就发现 在混乱当中 居然有摄影师呢 踩断了王楚清的球牌 那王楚清当下也是傻眼啦 欸我刚才才打完金牌 我的金牌球拍 就这样被踩断了 然后呢据说啦 摄影师当下好像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道歉 他觉得让人难以接受耶 那网路上呢也在传言啊 这个摄影师的国籍到底是谁 不过呢接下来我们再来看 那很多人就在讨论说 那到底球拍这件事情跟 就是说换一个复拍备用球拍 有没有影响呢 来我们看运动员最准了 日本的前奥运冠军水谷准 他就说呢职业运动员是 以一克为单位指定球拍重量 然后呢就是说他们球拍是 怎么讲特制的 特制的球拍 所以呢没有了自己的球拍 那等于是我在奥运殿堂我怎么发挥 来导播你可以给我下一张报导 果然今天在这个王楚清个人比赛 他居然大爆冷门 原本他很看好 他在这项目绝对是有夺金实力的 拿了没有用到原本的那个球拍 对他影响是否真的这么大 4比2淘汰 而且呢我想对他的心理的冲击 肯定是有的 大使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冲击太大了 这个乒乓球员靠的是 你这球拍啊 那个球拍跟他已经是什么 人拍一体啊 人跟拍要变成一体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拍子要怎么调整啊 而是那个拍子的特性跟这个人的手里面 他已经变成一体了 所以你换一个拍子来讲的话 事实上的话 四肢毫里差之千里啊 现在的乒乓球你看多精准 所有运动都非常的精准 这就跟这就跟是好 倚天屠龙计一样 你今天去屠龙 你的屠龙刀断了 换一把刀给你 换一把菜刀给你 你能够屠龙吗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太严重了 这件事情啊 会发生 我觉得应该要做一个 好好的案子来检讨 不是检讨别人 也不是检讨怎么样 而且就是说 你今天对于一个球员的 一个运动员啊 你不能什么都都期望 他一个人去面对所有情况 他应该要有 要受到最好的照护 也就变成你今天 你是一个拳王 你看他走出来的时候 多少人在帮着他 对 你今天一个主 你一个奥运的 金牌的乒乓球球手 说实话他应该有助理在旁边 随时帮他照顾他的 他的身边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那昨天这个情况会发生 我觉得 就是造成今天输球 最主要原因嘛 因为你心情一定有受影响啊 对 因为日本的这个 日本的这个棒 这个选手讲的太对了 嗯 他说这个是以克来计的 你那个重量 那个球拍的重量 还有呢 他的角度 还有各方面 那个最重要的是 那个球拍的重量 插一克一克就 就你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嗯 你使用的力道 你使用的角度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我觉得太严重了 我觉得对 今天我觉得 这个王楚清啊 你看拆拿到世界冠军 双打冠军 接着第二天啊 他败给的人 是他过去他五场 他都把他宰掉的 那个瑞典选手啊 对 怎么会今天 爆了门啊 这是这个 这就很很清楚嘛 对不对 过去他 他的这个 莫雷加德 对不对 他今天打的这个选手 过去 他是以五比零的战机 这个啊 碾压他的 怎么会今天 一二比四输球 对 这个就完全就变成说 你的你的 你最拿 你最重要的你的武器 你今天我今天上场 我不是我不是靠 我不是徒手 这个好 但徒手跟你对对决 我是靠我手上这个武器 我的球拍啊 这个球拍 我手跟我手已经融为 身体融为一体的 这个球拍 居然在比赛决斗前 就被人家踩 被人家被人家被人家 被人家踩坏了 我要换另外另外一把 复拍 这样这样子不输球才怪 对啊 没错啊 尤其是你说如果今天都赢了 就算了 结果今天就大爆冷门 这种结局 我相信很多人 没有办法接受啊 当然也很多人 把矛头指向 到底是谁 把球拍给踩坏了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 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Blue Your Care Kids Blue Your Care Kids Blue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